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航 今天带大家看的是著名的京剧老生演员孟小冬的故居 位于东城区交走活动8号 孟小冬也是京剧界著名的老生于书岩的弟子 由于他的扮相威武神器,畅强端言厚重 因此还有东皇之美誉 他主要的一些代表剧目有捉放草,搜姑就姑,击鼓骂草等 我们看他的故居是红色的大门 门口还写道,虽居轿子,为骄子,只以初心换真心 这里不仅高雅大气,而且还显得中庸稳重 孟小冬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十年的时光 说起孟小冬来,大家现在可能觉得有些陌生 但是在民国时期,他可是红遍了大江南北 当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在那个时候,孟小冬频繁演出于京军两地 参加了许多的昆班演出 正值他窦寇年华,明慧赵人 在台风演技上一点也不输给前辈老生 一时间他成了风靡九成的红爵 虽然在演戏上男女要分班 但是大宅门的堂会却不受这个限制 在那个时候,最红的淡爵就是有凌王之称的梅兰芳 以男扮女为主 而最红的升爵就是孟小冬以女扮男为主 前淡昆生,雌雄颠倒 有些好事者便大力的促成他们合作了一场男女角色 颠乱倒放的戏 他们演出的不仅精彩 而又富于罗曼蒂克 成为了轰动剧团的佳话 即便他和梅兰芳是天生一对 但最终呢 还是忍痛分离 嫁给了上海的杜月笙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